放落在樓下 下跪一枚空空 只去堅持加油 我們的超級葉同學粉絲端頁 有人都會真的來留言 是 這品牌可能跟雅雯老師有關係嗎 那些什麼人看過有的訣竅 我... 我老花 我也老花 等一下 這樣太好了啦 太好了 不可以啦 可以沒有老花 我沒有老花 我沒有老花 這樣你如果說可以 來我看看 你這樣就痛苦了 來啦 我看 正妹啦 我是陳彥珍 我有一個非常愛我的爸爸 三年多前 在我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爸爸突然敢離開我們 還記得事情發生了很多天 爸爸開車做我們整個月子 去吃火鍋 很開心 一家人 歡歡喜喜 邊邊安安 回到家 不過 想不到在母親 在一起穿一天 大家都在睡了 就像像爸爸和弟弟 爸爸形容說 他的頭髮很傻 弟弟問爸爸說 爸爸你是怎樣 爸爸不歡迎 在這裡回房間 過不多久 媽媽就叫很大聲 說 爸爸中風了 快起來 媽媽開電話叫救火車 在救火車上面 媽媽看爸爸他在肚子 爸爸也知道 要拿衛生紮七嘴 到便宜的時候 他的腦部出火太多 要趕快轉便宜去救 但是爸爸那時候 他的婚名指數 就只剩三 後來爸爸在家 我每天去跟爸爸說 爸爸你要加油喔 爸爸也都聽到 � tight 在五月十四號那一天 阿公棒棒回來 也還才會吃飽 這裡 説說 爸爸罪生了 我強忍著淚水 回去יס God 我就叫 doct啊 爸爸回來 叫 cha pope sis g out 我們是一看著爸爸 就哭了 看著很多人都在哭 我知道我最痛的爸爸真的走了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他永遠 永遠都是最好的爸爸 最近我每天在想 很想跟聽聽的爸爸說 你辛苦了 我代言爸爸的事情 我有做到 我奉陪和中餐賓集的證照都靠過了 希望天上的爸爸 可以感到開心 也感到安慰 感謝很多人給我們鼓勵 我們的好好的加油 我也會幫助弟弟妹妹還有媽媽 我知道 爸爸在天上 會永遠永遠守護著我們 我知道現在 我又是一個學生 我最基本的就是要找頭好 我絕對把這個雞聽起來 我會好好努力 加油 請請留言 他這個人 他一直 一直 一直 像我那個FB 你在說這個故事 希望說八月六歲 可以讓他唱一首 北極青 給他聽到爸爸聽到嗎 可以嗎 這是我的影響 在這裡 他北極青 送給所有所有的好朋友 你們的方向 永遠不會偏差 永遠是正確的路 送給你北極青 把手機打開 把手機打開 這陣路線 我眼中希望會更有空 人生一路已經走到家 人生一路已經走到家 客戶都經過有什麼故事 我無家想賣好命 打拔一圍條三人把 這款的家人 每一天都會憤怒 夢裡在土壞 踏對一個扛招 只去堅持吃的人 白天氣熱心 寒冬粉絲 願我們贏的苦恨出風景 人生一路已經走好吃 腳看路見過有什麼不走 願我們贏的苦恨出風景 旁邊一尾長三段伯 一般的虛擁有過分了 夢落在床下下過一枚空空 一棵堅塵吃的路 旁邊一尾長三段伯 一般的虛擁有過分了 夢落在床下下過一枚空空 只去感情真了 謝謝 無限的祝福 謝謝 謝謝 雅雯老師的歌聲 現場一片當下的 我們大家會心中溫暖起來 好感動 剛才我們這個故事 是在粉絲 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的留言 以及雅雯老師 他平常是在做選手以外 也發生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今天有什麼故事 要跟我們分享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愛 大家都知道 母親真的夠 很多很多媽媽 我們都心裡有無憾無憾的感恩和溫暖 見到了媽媽 我們就會覺得無限的溫馨 但是有一位爸爸 他身兼了母子 而且照顧的不是自己的兒子 他有辦法請用這個兒子大 而且過天的辛苦是別人所想不到的